苗栗县卫生福利类志愿服务奖励颁奖典礼 今年表扬99位基优获奖志工 县让中东景特别感谢全县志工的付出 让公共事务推动顺畅 并期许强化社区关怀据点功能 走向到宅服务 使得长照让人更有感 苗栗县卫卫福部111年度志愿服务奖励的志工有21位 加上卫生福利类志愿服务奖励的78位志工 共有99位志工接受表扬 他们平时都在医疗和社福单位进行服务 其中拿下金牌奖的中秋招 投入志工10年服务时数高达了10,797个小时 平时都在医院和妇幼馆服务 感觉志工工作打开了自己的视野 医院啊 志工手啊都有 大千医院啊 还有日照的 大千的日照 家里一个人无聊嘛 就只好出去有人讲话这样子 苗栗县长中东景与县府团队主管 一一颁奖表扬所有获奖职工 感谢有他们的协助 让公共事务推动更顺利 有你们的指引跟指导会让他更安心 有你们的帮忙也会让整个社会 感觉到是很祥和的 其实这个人与人本来就应该要互相帮助了 中县长更以赴日考察经验有感而发表示 希望发展让县民有感的长照服务 加强到宅关怀 所以只要我们在经济上喜可 我觉得还是要住在家里 然后居家服务 如果可以走动就到关怀祭典 那什么时候会需要长照 我觉得长照是要给他经济力量 已经没有办法负担 透过公开表扬活动 推展苗栗县志在服务 愿你加入的志愿服务精神 号召更多年龄层及族群的民众和企业 一起加入打造志工苗栗愿景